海峽两岸的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从2010年9月生效以来 为台湾的产业带来很大的利益 也激励了台商在大陆 报答投资的意愿 那么这个协议呢 在两岸的善意互动的基础上 历经精心的谈判之后 终于能够上路 也有一个不同的制度安排 所以种种的因素 台湾到现在为止也不能参加 这个区域的经济协议 就很大程度的约制了台商 在全球的职业布局和运营的活力 大陆方面曾经提出 可以协助台商透过一带一路 或者是一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 透过这些渠道来参与台湾市场的合作和商机 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有倡议的想法 我们希望能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具体可行的办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